這件好, 看看, 穿得身形很漂亮 但這件好欺負人穿的 是嗎? 絲絲的有五尺六、七寸, 這件適合 阿爺, 你說去哪裡? 我不是說我背孫的媳婦賊那裡 看你們聚精會神在那裡看了婚紗 竟然不是, 媳婦想跟阿強 再拍一次婚紗的照片吧? 阿爸, 不是吧? 不是, 老爺 一加一進了一批新的婚紗 打算不夠地方 就把舊的便宜點賣出去 我就替阿Deeson的新音樂錄像造型 打算改改他應該能穿的 馬子仁是形象指導 要是要結婚 他會親手一件很漂亮的婚紗給詩詩 爹爹離題了 如果你有朋友想結婚 跟我說一句 我的婚紗穿過一、兩次而已 全部很新的 嫂子, 你的婚紗是不是全部名牌? 賣多少錢? 阿拉姑, 你打算迫身嗎? 阿翔哥, 阿翔哥, 阿翔哥 阿翔哥, 我替阿翔哥問的 阿翔哥要結婚嗎? 你告訴你阿翔哥知道 再不扔不掉也不一定要嫁給他 馬之人 幫我拍下多少款, 我稍後發給他 我幫你下載就行了 也可以 阿翔哥, 雙子甲 不好意思, 到旁邊來給你 別移動 阿John… 你這麼大一個人 誰說得誰不說得 你總是沒有來分寸的 你這麼秘技 你也覺得裘阿蕊這種浪子 跟婚紗不配合了,對嗎? 其實拉姑剛才跟她拍拖 現在說這些話是不是太早了? 就是了 那倒不是,拉姑年紀不小了 我也不知道她有什麼好 你… 裘阿蕊打你,聽不聽好? 阿蕊 阿蕊,是…這麼多隻 好…謝謝…好,再見 阿蕊說他跟朋友去釣魚 釣了一條大龍丹吃不完 想分給我們,叫我過去拿 你這麼高興幹什麼? 我先不說,他是不是應該親自拿上來 他找不到拉姑,就叫你去拿 這麼沒誠意? 你這麼生氣幹什麼? 可能他是很心急 想我們早點吃到龍丹而已 就是了 萬事而來 拉姑,剛才有人打給你 謝謝 謝謝 什麼事? 好,我和你合時間吧 再見 阿蕊說他打個電話給你,大哥 你怎麼這麼有趣?不說? 是…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其他事 想跟你說 他也不喜歡打電話 他什麼都喜歡打電話 拉姑一定很不習慣 你這麼喜歡打電話 是呀…我們就這樣受人的龍丹 好像不太好意思 不如請他上來吃頓飯吧,阿妹 什麼事? 是呀,叫阿蕊連人帶魚上來吃頓飯 帶我們會一會去 阿牌的意思 你…我…什麼意思? 阿妹,總之聞到就聞 是呀,聞到就聞,沒壓力 不過我怕牠不夠牙力 我意思是沒有牙力吃魚 你是不是前世沒吃過龍丹? 叔叔,你別說魚,難怪的 你選吧,這麼少就有錢嗎? 在旁邊的房子 那過去陪我選吧,走吧 阿葬,你是不是吃錯藥了 怎麼每次都張著拉姑呢? 小子 電視就是重播那一套 不結婚的男人 你… 找到了 拉姑在房子裡 跟梓妮弄指甲的聽到 你小聲一點吧 我特地告訴她 你們不喜歡做壞人就讓我做 你不可以讓拉姑開心一下 以前的糧粉當是補 現在阿培當是草而已 拉姑什麼都遷就她 我看見就不可以了 事到如今 你怎麼可以把兩個人比較的 最重要是拉姑喜歡 人家是不是這麼喜歡她 拉姑用盡所有方法 去偷個叼蠻滿開心 那我們呢? 拍也沒見過 現在又不是比賽 阿培一向都這麼自我 比賽也是公平的,是不是? 拉姑,剛才的樣子挺像蛇鬼 拉姑平時是怎樣的 大癲大肺,有那句話說那句 一說到叫阿培來吃飯 究竟多尷尬 是呀,那你也要給點時間 適應一下我們的生活模式 以前娘婚每天上來 一代二代哄你開心 你也不喜歡 現在拉姑叫人來吃飯也這麼秘技 你又幫助人,這什麼道理? 我不記得了 阿妹,怎麼樣? 什麼? 指尼的指甲 差不多了? 是呀,我今晚當夜 你不用等我,我沒問題 好… 你看這個款式漂亮 要身材很好才能穿的 我還可以的 不是那個順便,那個屁股 我媽媽經常說我有福氣 是呀… 穿婚紗,我喜歡這種A字裙款 一穿起來的裙腳就很方便 想不到你喜歡這麼傳統的款式 我喜歡Vintage的 阿浩,有沒有鴿皮渣? 有,幹什麼? 沒有,新屋那裡還有一層裝修備 有水樓回去擺穿 你等我一下 謝謝 這個宮廷的款式挺漂亮的 這麼多衣服,不是很誇張嗎? 我想你穿衣服也是很好看的 試試看才知道 見婚三十多漂亮也沒用 只有自己一個孤零零,還給誰看? 你說什麼? 哥哥沒跟你說嗎?他不結婚嗎? 他以前不結婚 不帶給他之後沒打算結婚 可能他沒遇到他真的追人 我對了他二十多年 我想他的身份是怎樣的 我就最清楚了 他就是一個不分主義者 而且最討厭應酬的姨媽姑姑 如果你恨教 我就勸你做點放棄,無謂花心思 我想你想多了 婚三我是替他選的 是嗎?是,他是替我選款的 阿榮的咖啡室,看來你跟他有點誤會 不僅僅,不過放心吧,我金剛不壞 阿榮是不是真的不打算結婚? 你上班訂不到桌子嗎? 那個應用程式… 詹姆,讓我來吧 麻煩你珍珍 你好,有什麼可以幫你? 我們的應用程式最近更新了 你上班之後嘗試吧 不用客氣,再見 就這樣說就行了? 對,如果下次有客人問這些問題 你好像我剛才這樣回答他就行了 那不如你簡直帶我怎麼用吧 我自己也要認識的 沒問題 不好意思 來,這裡更新 Andro… 麻油 什麼事? 嚇倒你嗎?不好意思 上次不打餐廳的案件 難得客人這麼滿意我們的服務 我想看看他們的建議書… 還沒做完 差多少? 我不知道 其實還是跟上次客人的要求 我們給他一點意見而已 馬上做完就交到參議了事吧 我們的報告根本就不包這個建議書 是你自己口快豪比人而已 我也要安排時間做的 既然是豪比人的,不用做這麼詳細 不行,出我的名字要不就不做 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你別吹我,我的東西都亂了 明天你不是回家嗎? 你早點走還行嗎? 還行,沒問題 李大Sir 是 剛才回到爺卡雪夫新豆 讓你嘗嘗 好… 剛才不是剛才上來喝咖啡這麼簡單嗎 沒有,其實我是專誠上來 謝謝你請我們去吃龍等 別客氣,打電話給我就行了 你不是不喜歡通電話嗎? 誰說 沒有…我自己想的,沒人告訴我 你是有話要跟我說的,關於Angel的事 沒事… 我現在雖然多了重身分 但我跟你也沒什麼變,有什麼直覺 那我…我想知道 明天你有沒有空上來我家吃飯 與我妹妹無關,純粹是我謝謝你 那你家就借她家吧 什麼呢? 你們倆去妹妹放心吧 這個星期五交這麼急? 是呀,客人臨時要求的 但這些不是應該是 年輕人的同事負責嗎? Andre就慢工出細貨 我就被客人追得失魂 所以我就想… 你想找我做槍手? 是呀,不…千萬別這麼說 你當作寫一份影子報告 是我給你練習的 有機會練習是可以的 但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很簡單 其實都是針對報告書的內容 逐點提出改善就可以了 上次不打餐廳的報告 你不是寫得很漂亮嗎? 你儘管放心寫,我會守門門 這位是大客人,難得他這麼看起你 這次如果我們找得到他 以後合作就會很輕鬆 好吧 有一件事,千萬不要讓瑪柔知道 如果你讓他知道找我做槍手的話 他就不會放過你 你明白就最好了 知道了,假經理 對了,客人還想我們幫他評估一下 引入網上訂桌的可能性 這件事我沒什麼想法 但我也會盡力過自己 那就態度正確了 年輕女兒,你大把前途 謝謝 這麼困難的 總之不下巴輕輕答應 別想太多,專注… 焦點 已經到你家樓下,我上去放下雨 何偉,你先走 好 你就這樣就走了 你把人吃飯了 我有點想問你是關於網上訂位的 為什麼無緣無故有興趣知道 網上訂位的東西呢? 假經理叫你做的? 是,假經理叫我用網上訂位 來做例子寫建議書 當作是影子稿交給他 我之前只是跟過不打餐廳的案件 第一,這份功課是假經理叫你做 你應該自己做的 第二,其實你用不打餐廳做例子 是不合的 但是他又叫我跟回… 你的頭腦可不可以靈活一點? 人家只是給你一個大廊 怎樣發揮是靠你自己的 我早上吃飯就這樣 我是你的後輩,你有責任教我嗎? 從何時開始 你這麼有興趣,當我是前輩的嗎? 你一向不是聰明、伶俐,說頭聰明的嗎? 還是你知道我約了你哥哥吃飯 你怎麼搞破壞? 你和哥哥去吃飯嗎? 你有時間吃飯 是不是應該先做公事? 假經理也管不了我 什麼時候輪到你? 這招不成功,就這樣吧 對不起… 讓我來,這麼重要? 其實Angel姐為了今晚這件事 很緊張才會這樣 你不用再幫她說話了 她這份人一向都是這麼自知 這份事其實是我幫她吐的 幫她補鑊,還要受她氣 剛才阿娃看到她的嘴唸 我真是火力氣 難怪你會這麼生氣 我答應了嫁經理,你別說出來 等她還跑得這麼豐蘇 阿娃,我現在還可以幫她收拾 你哥哥說過,無論做什麼事 如果你當她是一份苦差 永遠都不會在其中得到樂趣 和誠足感 這些是她耍你去洗杯、抹地的對白 而且我通了一整晚宵浪 我真的什麼樂趣都感覺不到 那你介意告訴我你在煩什麼呢? 網上訂位的應用程式 這個應用程式我們咖啡室也有用 你看,這個它用會… 我覺得你應該坐下教我 好,來,來,試試看 好,怎麼樣? 甘甘的,挺滑 其實沖茶和沖咖啡差不多 也挺考功夫的 好像這道茶葉 如果水太滾,沖出來就粗糙了 是嗎? 是嗎? 不好意思,遲到了 老婆… 平時叫人高高高,自己是遲大到 對不起 今天咖啡室好忙嗎? 林九時有一點鬧鬧的東西 選得不錯 大哥很喜歡吃的這道巧克力 選得不錯,這盒是曹總特地送給我的 我看家裡有客人了,就借花敬佛 是呀… 阿薏拿了龍躉上來 可以用日本清酒送的 上次我們喝剩下的大半瓶 你放在哪裡? 在旁邊的廚櫃 我今早看過你不見 是不是你偷酒喝,忘記放下去呢? 我過去拿了 不用了,我陪你一起去 好,慢慢喝茶吧 不好意思,我先進去煮飯 我幫你,慢慢 我看見拉菇的臉都焦了 阿壯今天搞什麼呢? 整天都擋著後腦,弄得拉菇很尷尬 是,有人不懂做,拉菇才尷尬 不過肯定那個不是叔叔 人家就拿了魚上來吧 好,畢竟是第一次上來嘛 如果只來將來有男朋友 那個男生拿一桶蜜魚來孝敬你 你會怎麼樣? 蜜魚 我給阿榮喝點熱水 湯可以了,不如給阿榮喝一碗湯 沒有雞蛋 還打算煮腐竹雞蛋糖水 我給阿榮喝一碗湯 旁邊很幼,我幫你拿 謝謝拉菇 謝謝 快要開飯了,我去叫你過來 你說有沒有搞錯 這麼大一個人 兩手伏伏走到家裡 難怪拉菇以為禮物拿的是他送的 你真是沒必要這樣做 畢竟是門都是客人 我特意的,我要拉菇知道 你拉菇感覺到的 我知道你和梁粉是老死 下意識中你是不喜歡阿榮 這層我明白 但是你也要給點面子拉菇的 我看拉菇被人吃了 一點作戰能力都沒有 我就不習慣了 以前梁粉很吃拉菇的 他以前的男朋友,個個都遇上他 但是偏偏理就不是 別怪我不客氣了 個個男人對他千以百順的 都沒有一個可以跟他走到尾 就是說這個方法不行了 他的心應該是明白的 他平時被人哄慣就慣了 突然遇到一個像你那樣強勢的男人 他不懂得怎麼處理 所以哪有些進退失去 就在這裡 爸爸,先過來 我不算過筆 梁粉以前除了很疼拉夫 還很疼你 只是一樣東西 那隻阿榮 趴著龍躉也追不到,對嗎? 但是現在他沒有跟梁粉在一起 我們應該對他這次的選擇 多一點信心… 對,你說句話很沒信心 無論如何,總之你別再圍兇天下不亂 行不行? 總之看見拉夫這麼巧 我就有點著名了 我也是那句 那個裘子阿榮有什麼好呢? 拉夫,你不是去旁邊拿雞帶嗎? 旁邊那裡沒有 那不如我下去買 你知道哪裡有得買嗎? 我來那間有幾個燈 在那裡有一間超市 一搭行不行? 那間不走的 那你已經去哪裡了? 你不知道 你也知道 那你會陪我下去吧? 我去中途回家 好 再見 再見 阿葬今天搞甚麼呢? 整天都擋著他 弄得拉菇很尷尬 是有人不懂做 拉菇才尷尬 不過肯定那個不是叔叔 我看拉菇被人吃光了 一點作戰能力都沒有 我就不習慣了 以前劉淡很好吃拉菇的 我對她了二十多年 我想她的性格是怎樣 我就最清楚了 她就是一個不分主義者 而且最討厭的兒媽菇姐 如果你恨教 我就勸你做點放棄 別浪費心思 吃雞蛋 甚麼事? 你終於覺得有事了嗎? 在你發脾氣之前 我可不可以知道原因 你的心情不好,你先回去吧 我會用 我跟你一起來買雞蛋 我一個人上去 你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嗎? 怎麼想? 你到底有沒有小小自覺 你自己是甚麼身分? 你男朋友 男朋友第一次去女朋友家 是兩手蹭蹭的嗎? 你知道剛才我以為 朱古力是你送的多餓嗎? 好,如果你覺得蒙面功夫這麼重要 你也會開心,我不介意做 究竟你是不是覺得 想我家裡吃飯很辛苦 你是不是覺得應酬我家人 很不承認 我沒有這麼想 我有 我堅持力地做好我女朋友的角色 我在你和你妹妹面前 我不介意把自己放在這裡很低 但我不想連我家人都覺得我潑水 不知道又會被外星人入侵 你明白嗎? 來做 我永遠都不會是那些 很溫馨、很家庭型的男人 我也不會為了其他人感受 還有一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但如果我和你打算走下去 這就不再是我們兩個人的問題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不覺得我和你走不走下去 就可以用買打雞蛋的時間 去決定和說清楚 我不是跟你說那些雞蛋 好 你可否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覺得現在是適當的時間 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不是不會回答 你是不想回答的 今晚就這樣算了 我帶你回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承認 我給你回來 這個人認真 全身很愛 有一种爱 柔轻到叫铁石中出发